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elative relative relative是亲戚 一字叫relative relative 后边那个发音很轻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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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的后边那个E发音吗? 不发音 不发音 它就是一个V 本身就是V relative relative 你不会念成relative 不会这样出来 relative 前面那个词 weather weather or 就是一套用起来的 你用weather 或者是亲戚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亲戚 或者是亲戚 he did not spare a single male spare 就是说 照顾留下 保住一条命 叫spare 他一个都没有给他保住一个男的命 你知道那个时代是很重视男的 ok 不管是亲戚 或者是朋友 都没有 ok 都没有这个保住一条 一个男丁 一个男丁都没有保住 全杀光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了 好像九节还有一个生词 16章 我们来看一下 对对就这个 对哪里 这个我看看 这个我看看 所以我接错了 这个我这个写的是 D-R-O-V-O-K-E 不是在这上面 太快了 没有接下来 不是这个接 Blood Pov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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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对对对对 Povoke 在什么地方 看看Povoke 是不是 有没有 他惹得神生气了 你知道这个词 30节 30节 15章30节 有一个 好来我们看provoke这个字 provoke是惹的人家 招惹人家 刺激人家 把人家挑起来 OK 叫provoke provoke 所以激起来什么事情 挑起什么事情 很挑衅人家 这个叫provoke 他把神都挑起来 到什么程度呢 provoke to anger 挑到已经发怒的状态了 怒气了 神已经都发怒了 叫provoke OK to 什么状态 to anger provoke the Lord to anger 这个词不会念 provoke 注意在V上面 第二音节 provoke provoke 第二音节 provoke to anger provoke to anger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provoke to anger provoke 老师这个provoke 是不是很严重的那种程度才可以用 你要讲什么样子 比如说你觉得哪种严重 就是那个一个小孩的fuel 另外一个小孩一直找到他发火那种 就是懂我的意思吗 一般来讲的话 后面会有会有那个provoke基本上就是说 怎么讲 provoke是很挑衅 很招惹人家 很激怒人家 很容易讲到就是激起什么事情 OK provoke to 但是这个地方之所以这个字之所以严重 主要是在这个部分 让人家已经to anger了 你说还不严重吗 OK 所以provoke一般来讲就是招惹 小孩在那儿闹 故意去斗啊 去招惹人家 去挑衅人家 可以用provoke 没有问题 可以用没有问题 OK 但是要程度升高 他这个地方已经让人家发怒的时候就to anger 加上to anger一看我们就知道不得了 OK provoke 有些事情有些人是激怒 比如说激起人家什么事情的 OK 本来我不想讲什么事情 你现在 because you provoke me 因为你挑衅我 因为你激怒了我 就是你故意再激起这个事情来 那我现在我就必须要对你怎么样 这个是provoke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差不多了 那个刚刚那个没讲完那个 那个Iss的那个 Zither Harp 《男人猪的对话》 但《女人猪的对话》 非常如何 感谢观看